现在的天气对于足球来说 基本上可以说是完美啊 解决系上 依然是苏东和王涛 本场比赛将会是小组赛的第三轮 对阵双方分别是加拿大女足和中国女足 这场比赛毫无疑问是最近所有人关注的焦点 我很期待双方为我们带来一场精彩激烈的交锋 他还在继续带球往对方球门推进 裁判名哨点球 黄牌加点球没什么好说的 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进球会出现吗 没进点球没进 门将猜对了方向 对方机会也就没了 嗯 这次想打个战术 这是斯科特 球交给了辛克莱尔 球交给了辛克莱尔 交定海特马 他把球截了下来 他没有把对方前锋放过去 直接威胁门将 来到了前场 克里斯丁辛克莱尔 哎呦 这脚球怎么偏的这么多 教练肯定想跟他说 这样的打门今后啊 最好不要再有了 王双 直C9传得漂亮 漂亮 把球控在了界内 船中太靠近门将了 小丁海特马 成功拦截了对方的船中 哎 这做得不错啊 这后场不能玩火 这个地方被抢危险了 这脚射门有点那个意思了啊 就偏了一点点 黎盈 双方队员拼在了一起 开始反击 机会来了 他会怎么处理这个球呢 领先的机会 脚下感觉很好 稳稳接住球啊 这个横传啊 最后效果不是很理想 球被对方得到了 他们不得不迅速回撤 领先的机会出现了 这个球啊 是本场比赛 打破僵局的进球啊 这个球进了以后 双方的比赛心态 将会无可避免的 产生变化 一定的 看一下回发 谁让的反击战 可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啊 在这种距离攻门 他绝对不会出现失误 将局被打破 目前比分1比0 弗莱明 这球传得很迷啊 队友都没弄明白 他在想什么 防守队员一击划铲 抢走了球权 对方的高位逼抢很坚决 看看他需不需要往回打 不错 抢到了球权 德西雷斯科特 预判到了 抢回了皮球 防守方先抢到了点 黎昂 黎昂 他对对手的行动 有一个很好的预判 边路留给他的空间很大 这球可以传中了 球丢了 这球传球非常果断 黎昂 扎到对方腹地了 可能有机会啊 手握一球领先优势的他们 能不能利用这个角球 再次扩大分差呢 成功地解围了 距离太远了 这应该没什么可能啊 门将没有让球轻松入网 布莱明 辛克莱尔拿到了球 漂亮的划铲 成功地抢到了球权 脚下这个动作真快啊 真漂亮 漂亮的撑 绝佳的机会 击中门柱 弹回了球场 对手留给他的选择啊 只有带球出界 他们打得非常积极 虽然目前已经一球领先 但还是在努力寻求机会 扩大比分 刚才这次上门虽然打在文框上 但确实也代表了他们良好的进攻势头 球被对方拦截了 这波进攻啊 到此为止了 这里斯汀 辛克莱尔 这脚打门有点说不过去啊 这不像是他水平啊 别能想到 他的上门会是这个样子啊 李莹 中场哨声没有响起 不时一分钟 准备出脚 传向中路 上半场比赛结束 比赛继续进行 中国女组带着领先的优势 展开了下半场的争夺 王霜 李莹 边路拿球 空间很足啊 这个横传试图找后点 方式队员把球破坏出了底线 进攻方获得一次脚球的机会 暂时没什么危险 他们现在啊 就等着迎接对手的攻势了 好吧 直接奔门将而去了 球没拿稳啊 球权交给了对手 克里斯蒂娜 新克莱尔 过顶挑船 快速铲断了对方的球 技术非常出色 这次抢断不成功 对手直接晃了过 还是过不了门将这一关 这种距离完全就是依靠门将的本能了 没错 比赛进入下半场了 他们还没追平比分 这个时候换上的这名球员啊 我觉得也许会有帮助 暂时化解了脚球的威胁 什么 他立功了 封堵了对方在进区边缘的攻门 在起方后场划铲抢断 能不能抓住这个漏洞打反击呢 球没控住 交到对手脚下了 他们还在耐心的寻找机会 挑战过顶 事业非常开阔啊 走动员很淡定啊 没有做出任何扑球的动作 不知道是来不及反应呢 还是早就知道这球会打偏 从他轻松的身心来看 可能是后者 王珊珊 边路留给他的空间很大 通过倒三角传球来撕开防线 王珊珊 这个抢断很关键 球门面临的危机解除了 并且他还拿到了球权 王珊 李颖接到球 把球传到了进区里 又差了那么一点点 如果这个出球部位能够控制得再精确一点 这球就有了 在这么激烈的比赛中 不能再要求他们做得更好了 换别人啊 我才可能连球都争不到 这倒是 克里斯蒂娜 辛克莱尔 尝试掉防线的身后 破坏了射门机会 球门暂时没有危险了 他在边路有机会 他没有召集出球 还在观察周围的情况 破掉了防守啊 这球有了 他今天已经有两个球入仗 他这次进攻显得非常有信心 防守队员完全防不住他 他在门前拿到了打门的机会 由于距离球门太近了 对方根本没有办法能够阻挡他 比赛已经被改写成了 2比0 过人成功了 扎到了对方前场 有没有机会呢 身边角度不好被封堵了 现在有机会发动反击 球已经传过来了 绝强的机会 脚科书般的抢断 场面的球迷显然非常不满 裁判员的判罚 他们认为这应该是一个点球啊 这球能缩小差距吗 依然是进攻方的机会 他这球能进吗 精彩的进球 比赛尾剩三球领先 可以说他们已经稳了 看一下回放 这样的反击战 可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啊 在防守队员巨大的压力和干扰之下 他还是把球送进了对方的大门 真是好球啊 目前比分已经变成了3比0 阿什里拉伦斯 面对比赛 他用身体来护球 德西雷斯科特 弗莱明 这球和队友擦身而过 给了对手一个边线球 有球员要上场了 对方的高位逼强很坚决 看看他需不需要往回打 他对对手意图的预判 可以说非常的准确 弗莱明 把球撬给了对手 裁判的哨声响了 黎昂 黎昂 裁判犯了越位 比赛还在继续不时两分钟 现在就看这条防线牢不牢固了 这就像是在帮门枪热身啊 咱们的哨声响起 全场比赛结束